说到买房现在被称为是房市寒冬 因为去年六都住宅交易金额年减31% 建商就评估每十组来看房客人 只有两组有意愿来买房 所以现在要拼看房率 赠品越送越好 有建商签约送客人出国玩 还有业者设计了送礼三部曲 来看房先送500元的百货礼券 下定送电扇 接着如果签约加码送iPhone6 建商舍得送假日来看房的来客数 高达20到30组 不过民众就说了 不会因为赠品买房顶多增加又赢而已 吃松饼喝咖啡超悠闲 不是只有下午茶咖啡厅才有 现在竟然在新北市的建案看房子 也一样能享受如此悠闲气氛 欢迎客人来吃下午茶 签账拼看房率可不止这个 首先赏屋就送你500元百货礼券 下定再送冷暖风扇 等签约完成加码送iPhone6 纯粹看没有签约的话 就有礼券的话 那当然会去看一下 这个建案我觉得还OK 这是不错的我想去看的话 那其实他就算没有办什么活动 我还是会过去看 满街建案广告竞争激烈 输人不输证 还有建商打出 只要客人来看屋 就送两张电影票 还有人则是推出首次看屋成交 就送巴厘岛法国或欧洲旅游5到10天 市值10到17万元 业者评估房市不景气 每10组来客只有两组有买房意愿 所以拼看房数提高交易量 但是就是说观望的气氛还是比较浓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可能刚性需求 自住客可能会等到年后 根据统计去年六都房市 可以说是面临寒冬 双美市年减高达34% 台南市年减7% 六都住宅交易金额年减31% 不景气加码送赠品吸引客人 不过业者坦言赠品也顶多 是让客人多一点诱因 买房是人生大事 还是得评估重义 客人才愿意掏钱下定签约 记者是小沛陈子芬台北报道